好像几千个呢 实际上你那都是胡说 皇帝正规的女人 她有严格的规制呢 唐朝皇帝讲究 皇后不算那是妻子 其他都叫妃 贵妃贤妃淑妃各一人 招于招拢 充于充 修于修人 修缘各一人 那么还有什么 节育九个人 美人九个人 财人九个人 宝珠与你财女各二十七个人 我大概算了一下 皇帝的正规的妻妾 加在一块 一百二十二个人 这是标配 要不要就这么多 你们又笑了 因为这可很好 其实你要替皇帝想象 好不好各位 皇帝很苦啊 一个男人要面对这么多女人 他要付出多大呀 所以他不想 他只想爱一个人 如果你做一个老百姓 你爱一个人 没问题家庭和谐 可是你做一个大人物 一个皇帝 你要爱一个人 那这个人的家族都为你带红了 这样对国家不利 所以给皇帝器械多 是让皇帝爱分给大家 不能专宠一个人 这要对国家有利 对政治有利 这是必须的 这是大爱 知道吗 这种爱的话 你不要为皇帝难 皇帝好高兴 有身体好的皇帝当然高兴了 那身体不好的皇帝多难受呀 对不对 所以李农基 他最初爱的女人是谁呢 武贵妃 武贵妃是谁呢 武贵妍的侄孙女 可以说跟李农基呢 从小在宫里边长大了 你看青梅竹马 这武贵妃是贵族家女子 你想一想 那两个人爱得很好 那武贵妃呢 既贤度能 他生的儿子就是李农 他呢 想让自己儿子李农 能继承王位 可是李农是排行第十八位的 大家知道一点呢 李农基 这位皇帝是八月初五出生的 八月初五呢 按照五行里算是金 还比较强 倔强 所以李农基总是搞平衡 他的寿命太长了 他老不死 他儿子多大了 他寄什么 王位那咋办 所以这个情况下 他儿子呢 就蠢蠢欲动 他有三个儿子呢 经常在一块 就一路跟武贵妃在作对 那武贵妃就诬告 他儿子要谋反 秘农这一说 李农基就相信了 所以一天 李农基杀了三个儿子 你知道一个人 把自己亲生的儿子 杀了三个 那么帝王之家 有多残酷吧 对不对 那武贵妃 以为他就没事了 上天有在看 武贵妃没多久 在恶鬼 在梦中 把他生命夺去了 武贵妃死了之后 那李农基就得报 所爱人 在明天到处搜寻 那么 皇帝搜寻之后 也有问题呢 根本没有找不到自己 李农基有一个特点 他喜欢懂得音律 能歌善舞 有艺术细胞的女子 是这样一个特点 那么当时呢 高丽氏就出主意 让这些王后 降向女儿妻子来玩 你看看 甚至还有一种游戏 放蝴蝶 这蝴蝶一放飞 宫女都藏在花朵里边 这蝴蝶落在头上 先往这在一块 那落到一个漂亮女孩 也就把落一个丑的 她大高兴不到 把皇帝气得不了 就不玩了 最后呢 皇帝是 皇帝爱上谁 皇帝看到 有一个女孩 让她看得很上眼 这个女孩 留着一点胖 这个女孩呢 是受王礼貌的 所以皇帝看完之后 没吭声 说这谁呀 这是你儿媳妇 皇帝没吭声 可是高丽氏 人家就知道 给领导咋办事 所以就去干嘛 跟这个礼貌 去谈去了 你媳妇有一个意象 你知道吗 我媳妇 我倒不知道 你媳妇想出家 真的吗 真的 你不相信 你问媳妇 那么杨玉皇敢说 不是吗 皇帝让她出家 做女道士 她立马得出家 那么礼貌明知道 这个事情 是这样也没办法 那杨玉皇就立马 出家做了女道士 四号要太真 一个灌在哪 灌在皇宫里边 那只有皇帝能 去逛这个地方 就这么简单吧 那礼貌一肚子的憋屈 给谁去说啊 所以当时皇帝 他一看着情况 那么礼貌不愿意 皇帝一看 你不愿意 我有办法呀 我可以给你 开学习班呀 所以给他开学习班 给他上什么课呢 三纲五常 那皇帝有那么多儿孙呢 全部在一块上学习班 后来大家都知道 这个学习班就礼貌上的 别跟父皇道 那我们大家都得去学习 搞这么难受 最后礼貌 最后不闹了 把杨玉环最后变成杨贵妃 是用了花了四年时间 公元741年认识杨贵妃 到745年 他词不奉杨玉环为杨贵妃的 那历史上 诗人李白见的杨玉环 不是杨贵妃 是杨太真 那是公元742年 杨玉环他还不是杨贵妃 是一个道士打扮的 所以李白只能看到杨玉环 当时沐浴写出的 那个著名的青雕三首 所以那一幕就是在哪里发生的 不在华兴宫 在我们西安的新晋宫发生的 那皇帝曾经带着 儿媳妇进进出出 那唐朝人本来就很开放 那前言岁语太多了 皇帝想这样还不如到这来 离城毕竟35公里呢 刚好在那沐浴冯泉 选择农历的10月1号 我给他讲了 那么梁一华和李农基呢 沐浴的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 这个时间也是对着慎 所以两人沐浴完之后 又找到了初恋的感觉 为什么一个男人把女人的爱那么多年呢 因为每次沐浴完都有初恋的感觉 在长安科里这句话咋说的呢 史诗心诚恩泽识 这句话咋翻译呢 每次洗完澡都像刚认识的感觉 那这个感觉多好 你想过没有 哪个人不是对自己新认识的感觉的女人有感性的 那李农基当然对杨玉环俩人的爱 一直持续了时间比较长 这时间一长问题就出现了 为什么呢 杨玉环的姐姐分为国国夫人 前国夫人和韩国夫人 更主要是他有一个堂兄杨昭 改名叫杨国忠 这个杨国忠呢 根本就不认识一下杨家呀 因为当年杨国忠还在四川呢 四川有个节度 四川的节度是 花钱雇了一个人 给了杨国忠一些钱 让他到京城干嘛的 送礼 你只要给他送礼 送谁 送杨家姐妹 那杨昭就来了 他专送他当年曾经到杨家办过丧事 那个曾经恋爱过的国国夫人 国国夫人呢 一看这曾经少年是跟自己曾经有爱没恋爱的关系的人 给他又是送了大量的珠宝 高兴啊 所以在皇家的面前 以时而抬举这个杨昭 后来皇帝赐他叫杨国忠 后来从财务大臣变成了丞相 杨国忠做丞相之后 李林府后来死了 把中国当时的官庭这个机构 升官的机构彻底打乱了 所以很多人只要花钱就可以升官 而且他把皇帝惯坏了 杨国忠怎么惯皇帝呢 他给皇帝设了一个私人财库 唐朝国家很有钱 但是皇帝没有多少钱 皇帝要赏赐 手上没钱 皇帝是这个集体宰相之 要通过什么三十六步 来给他批拨的 但是皇帝的私人财库来呢 杨国忠设了一个 在国税里拿出一只给皇帝设了一个私人财库 所以皇帝从此有钱了 皇帝这时候可以乐在悠哉 把权力交给了杨国忠 你想一想 李林谷虽然在位在成像十九年 他是一个奸臣 他压抑了很多人才 但是李林谷有一个励志思想是 官员升官的时候要靠年限 你做了多少年官 明年就可以升了 你没有年限不得升职 这样啊年限走 大部分官员还是服气的 到了李林谷就不通 到了杨国忠就不通了 只要他认为是好的 就可以升官 所以就导致了国家的政治被这个杨国忠被害了 这就是大唐帝国 为什么后来乱呢 因为阿努山是崇拜李林谷 但看不上杨国忠 认为是群在关系 所以跟杨国忠关系很差 这两个人闹矛盾 将相不合 国家打乱 这就是B&D 所以不到认为他们都是先人 更主要是都为私利在奋斗 而不是为国家利益 这是一个重要点 我们这边看 我们这边看